歡迎來到Hanky小知識 今天跟大家介紹三款螺旋掌 包括膠掌、木掌、碳籤掌 這些掌到底有什麼分別 有些人很吹捧 碳籤掌、碳籤掌 進入碳籤掌 世界就不是這麼簡單 如果碳籤掌一面袋是好的話 其他掌就沒有人用 我們學習就全面一點 我們要知道各樣東西的優缺 然後我們才做決定 沒有最好的產品只有最適合的產品 我們先講講膠掌 膠掌大家應該怎樣都用過 數碳籤掌 比較起來 不算最重也不算最輕 因為最重應該是木掌最重 最輕應該是碳籤掌 碳籤掌都知道大家的特色是比較輕 這個特色 膠掌說起來會比較 比碳籤掌略重一點 不過沒有木掌那麼重 還有它是最軟身的三種掌 它是最軟身的掌 所以它飛起來會比較溫柔一點的動作 什麼叫溫柔一點呢 就是當你的掌有一定的角度 斜的角度去撥風 把風吹向下 反作能力 空氣就會托我們的掌向上 從而令整個機體向上升 當它撥風的時候 因為膠是比較軟身 比較軟身的話 它就會容易造成 給空氣阻力 改變了它的角度 即是說 好地地 切風就切風 這麼斜的角度 就會切到比較多的風 比較有力一點 但是它切的時候 因為空氣阻力 它就會平了一點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 轉起來 它給出動力的效率 效率就會比較低 所以你明明遙控 給油門 它就不會上 是給油門 然後才上去 是會比較慢一點的反應 所以我們玩起機來 感覺就會比較溫柔一點 反應是慢一點的 即是我不是一推就直接上 是推完慢慢上 OK 這是膠掌的特性 木掌 木掌就是三者之中 最重的是木掌 同時它也是最硬的 很難變形 要不就切斷它 要不就硬的 也有變形 不過很少 也因為它是比較硬 所以它的反應 動作 動作反應比較快 什麼意思呢 即是我這邊一推油門 它就直接上 一推油 一推油 反應會快一點 大家會想 那好吧 反應這麼快 即是用它 又不是 因為它也有一個特性 我不叫缺點 我不叫優點 它叫特性 特性是什麼呢 它是很難減速的 什麼意思呢 如果它應用在 木掌應用在直升機 或者是多軸機上 它上了天之後 你收油門 它不會馬上下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它是比較重 Inertia 即是它的慣性 就變得更大 所以它會繼續轉 即使你收油門 它會繼續轉 繼續轉 即是會繼續切風 會撥一些風向下 一樣有反作用力 就空氣會托著它上 所以它雖然 一推油 馬上 一推油馬上 很快反應 但是你收油門下 它會慢一點點下 對這件事 對比起其他兩種掌 就是它有這個特性 異想就難下 而且重量又比較重 碳纖掌呢 它的特性呢 它都是比較硬 但是沒有木掌那麼硬 因為它比較薄 始終有少少的變形都可以 所以它的堅硬程度 就在兩者之間 但是大致上都算是挺硬的 老實說 還有輕身 輕身的話 大家可能有些挑戰 螺旋掌輕不輕身有什麼所謂 螺旋掌都是帶動機體一起上 千萬不要這樣說 因為螺旋掌本身重的話 它切風切起來 它的反作用力托了它上去 要托了螺旋掌上去 有個升力 然後才可以帶動機體一起上去 如果螺旋掌 你想想 很誇張一點 用石頭做的 你的螺旋掌應該都很難飛 所以 這個碳纖掌本身 就可以偷輕了整體 整部機的總重量 所以對飛行的電池續航能力 是較有優勢的 好了 它就剛才說 它都算是挺堅硬 所以切風起來 它就會 反應都算是挺快的 就不會好像膠掌 一切風慢慢上去 一切風也算是挺有反應的 好了 當我收油門又怎樣呢 因為收油門 這個碳纖掌是比較輕身 很容易被空氣的阻力 就會阻礙它 不讓它繼續轉 只是簡單 令它慣性小一點 慣性小一點 慣性小一點的時候 我一收油門 它就會比較容易停轉 會聽話少少少 會跟著我們的指示下降 這個就是三種特性 當然它的價錢亦都不同 一般而言 我只是說一般而言 都不是絕對的 有些膠掌都可以貴到無倫 這些 看質素 看廠 看牌子 以及它的平衡 說到平衡 就在另外一集我們會說 這三種獎 一般而言 應該就是膠掌是最便宜的 其次是木掌 跟著最貴是碳纖掌 碳纖掌本身做出來的技術 都是偏高的 OK 關於三種獎的分別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者去我們的官網 可以多看關於Hanky小知識 或者其他評測影片 當然如果你要知道 我們的最新優惠的話 一定要緊貼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更新得很快 拜拜